《十二歲會考生,志願救人心》 今屆會考最小是你了 十二歲的江維君 考了九科,拿到二十四分 英文還是五星 他說因為想考末代會考 升中就轉來大埔三玉中學 跳級讀中四 要自己自修去追上其他人的進度 由於我的年齡比同級同學比較小 所以都要克服 可能會有代溝這個問題 他想著是不是去外國讀書 志願是要做個心臟科醫生 我想幫助別人 用自己的才能去救活別人 末代會考中出了十六個十優狀元 傳統名校當然有 聖約室雖遠最多有四個 黃隱駕郭志斌 一知道考到十優 立即抱著媽媽多謝 因為媽媽特意遲了份工陪他考試 多謝媽媽在我考慮的過程 每天都跟我去跑步 有一個很好的生活 亦平衡自己的考試的情緒 都有很大的作用 屋寸狀元都有一個 觀塘瑪利諾雖遠教朱志浩 爸爸失業了四年 靠做家務助理的媽媽養家 例如他們是很包容我 很體貼 很支持 例如說經常有煲湯 有提我吃水果 希望我身體健康 女生都不輸蝕 女拔就出了三個女作元 在恆生商學書院 有學生一拿到成績就趕來報讀御科 360個學額原本24分以上直接取路 誰知很多高分價都來賣 臨時加面試 但是考得不好的 亦都大有人在 同學和老師安慰完 就要自己去找出路了 有人趕去聯礁中心碰運氣 很徬徨 因為第一間都收不到 現在 還有學位那段減少 都沒有了二十多三十個 我有浪費了一些時間 都不知道怎麼辦 以往被當替水泡的積訓局 今年給考新業棚 朝早近千人 湧到去條頸嶺ivy分校註冊 就算網上拿了籌 都要再排兩個小時才可以選科 好多熱門課程一早就壓門 到下午三點 全數一萬二千個教民憑學額已經爆門 然後再排 obt了 滅 勞 均勞 感谢观看